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為你介紹一個適合春天喝的湯水 這個湯可以健脾胃、去濕、利療 還可以強壯身體機能和潤肺 材料方面有蘋果1個、粟米2枝、果皮1角、蜜棗2粒 另外有生意米、磁實、莲子、腰果、藍不恨、百合和淮山各五前 首先用水浸一小時 淮山、磁實可以健脾胃 腰果會補肝腎 莲子可以強壯心臟 果皮可以理氣 藍不恨有化痰、紫咳 白盒可以清芯、潤肺 蜜棗有潤肺和紫咳的作用 材料浸一小時後清洗 果皮去浪 下水 下水後可以開火 這樣可以減少醋熱 蜜棗清洗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粟米要去皮 酥是要留下水 因為酥都一樣有去濕、利尿的作用 還有他們有預防糖尿病的作用 那麽粟米呢 其實可以降三膏 又可以抗癌、抗衰老 又可以利尿、去濕 那麽粟米呢 就可以將它斬開去 那麽粟米呢 我便會斬開中間的位置 讓它的功能便會好些 那麽蘋果呢 便切開去 還有去皮、去心 那麽蘋果呢 那麽蘋果呢 就有很多功能的 那麽它除了可以降血壓 降膽固醇 它又可以 防止糖尿病 那麽呢 它又可以提高我們的記憶力 那麽呢 它又可以增進食慾 所以很多嬰兒 初初幾個月大 它第一個可以接觸的水果 都是蘋果 那麽蘋果的果膠呢 可以對我們的身體 有很多作用 還可以令到我們的血管 沒有那麼容易硬化 所以對我們的心血管 都是有幫助的 那麽我們切粒粒 那麽這裡2.5L水 水滾就可以將材料放進去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再大火煲5分鐘 然後轉小火1小時 那麽喝之前 就加少許鹽調味 那麽這個湯是非常清甜 好味的 那麽也很有益的 也很適合現在春天這個時候 有比較濕氣很重的時候 我們就要喝這個湯 那麽喜歡我的影片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頻道 那麽在我影片下面 都有紅色訂閱的位置 那麽按下旁邊的鐘仔 選擇全部 那麽便訂閱成功了 那麽是費用全面的 那麽喜歡我的影片 還可以like 那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